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中共严厉的风控政策 惨剧不断在各地上演 然而中国人起义的火种已经开始蔓延 专家还分析了中国未来走向的三种可能性 其中一种是中共最害怕的 近日广州市珠海区等地疫情严重 许多人敢在风控开始前一晚驱车逃离 一名白云区居民表示 当地状况就像文革一样荒唐 到处都核酸隔离 有的人甚至被封在公共厕所里 一市民拍视频大骂 讲述自己被关进一家 连走廊都装有密封铁栏的精神病院内 还有一名女性在聊天群中透露 有人被送到花都探部女子监狱 她大骂 一辈子没坐过牢 现在为了这个疫情去住牢房 日前还有重庆市民发视频称 重庆连夜封城 中共惧怕百姓闹事 解放军把坦克带大炮的装甲车都开来了 很多重庆人不满 有人家里的阳台上挂上了红底黄字 和蓝底白字组成的四个大字 政府杀人 阳台的墙上还挂有白者黑字的标语 还有视频显示 一名男子由于家里没菜 翻墙出来买菜 导致腿摔断 围观的人一轮纷纷 有男子喊共产党完了 共产党完了 继福士康无数工人集体逃离工厂事件后 11月8日郑州又出事了 黄河科技学院的学生们原本得到消息会放假 很多学生正好行李准备返乡 然而到了中午11点 学校却拦着不让离开 当天惊现三万名学生冲出校门逃离的场面 拦都拦不住 一时间学校周边街道全被人员和车辆占满 网上还有一段聊天截评透露 据说郑州一个月就有起码35个人轻生 大家被清零弄得没收入付不起房贷 房子卖也卖不出去 生活的信心被击碎了 面对如此不堪的现状 很多墙外的人呼吁中国人要反抗 清零政策筑齐的高墙已经成为中共禁锢中国人的铁幕 这堵墙应尽快被推倒 外界观察到火种确实已经在中国蔓延 有网传消息称 11月9日这天 陕西省西安市湘米园居民聚集抗议要求解封 广东省珠海市百姓掀翻了隔离墙冲卡要求解封 福建省福州市百姓也推倒铁皮围墙冲出小区 此外中国人还在网上掀起一波起一浪潮 抖音上不仅涌现很多纪念柏林墙倒塌的视频 还出现大量冲塔视频呼吁中国人觉醒 其中小黑人运动特别引人关注 一个戴着头套的卡通形象怒吼 把我们逼得要润该走的应该是他们 对此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表示 这是中共墙内爆发的反抗运动 这说明二十大后的中共统治面临挑战 王丹呼吁大家多多转发和关注 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情况 台湾学者吴建民预测 不外乎会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国家越来越封闭 陷入内卷化的长期停滞 走上前苏联的老路 与欧美进入新冷战 二是发生内爆 也就是出现军事政变或内部动乱 也可能是人民革命 三是中共通过对外侵略来转移压力 分析指出内战政变 是中共以及习近平最害怕的事 未来中国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还要中国人自己来选择 11月8日 习近平在视察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 发出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言论 外界认为 二十大后 中共当局随时可能武力攻台 近期有美国官员频繁示警 中共已经提前了攻台时间表 即使习近平明知没有胜算 仍可能动物 自身军事记者齐乐义则认为 估计连习近平自己都不晓得攻台最好的时机是什么 只能说加紧备战 军改 进一步深化累积 可以对抗美日等国的能力后 才能谈开战时间 当然 习近平主观议员是越快开战越好 恨不得明天就去做 海外一些分析人士说 中共可能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才能让军队具备能够实际匹敌美国的能力和训练 习近平也知道中共军队的实力开战必败 现在搞的供销社就是备战的一种体现 准备应付战时的物资供应 二十大后 中共正在全面走向军国主义路线 将中国逐步推向战争的边缘 也有专家研判 习近平近日对中共全军的喊话 是对内战士军权在握的一个姿态 外界不用过度解读 据悉早在2017年11月3日 习近平带人视察 研究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建设情况 当时也讲过同样的话 台湾军事战略专家苏子云表示 中共现在主要是以内部维稳为主 对外部 它越是摆出这种强硬姿态 国际上对中共的围堵就会更大 近日中国问题专家承祥形容 习近平的连任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噩耗 尤其台湾要小心北平模式 习近平在未来五年至十年 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影响 承祥说 首先就是台湾问题 他引述北京朋友的消息 指习近平在二十大后下令 要启用善于斗争 敢于斗争的军队将领 来解决台湾问题 另外承祥说 2018年习近平修宪时 取消了国家主席 副主席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 并称台湾问题一定要在任内解决 希望在中共建军一百周年的时候 完成统一 也就是2027年 因此未来五年 台湾的局势会很危险 同时中美关系也会进一步恶化 因为美国保护台湾的立场很强 对于中共攻台的几率有多大 承祥表示难以评估 但在用兵上很可能打超限战 采取统战渗透收买恐吓等各种手段 承祥说 中共已经宣诸欲口的 就是用北平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他解释说 北平模式是指 共产党要在敌人中建设一个内应的力量 然后理应外合 不出一兵一卒就得到胜利 承祥提醒 现在中共也在台湾内部建立这么一个力量 瓦解台湾人民和军队的斗志 对此他呼吁台湾人要有勇于保护台湾的决心 同时要建立强大的新防来抵御中共的北平模式 日本媒体西刊富士网站 9日刊出资深记者封存建斯的深度调查采访报道 披露了胡锦涛在二十大被请离事件的内幕 记者调查采访后发现 胡锦涛在闭幕室当天早上得知 政治局委员从2002年起的25人减少1人 被申调的就是原先各界一位是习近平接班人 也是胡锦涛大力推荐的胡春华 闭幕室上胡锦涛想要翻阅桌上文档确认名单 坐在他左边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闪电出手 押注文档不给他看 同时对胡锦涛说了几句话 根据淳语专家分析 栗战书对胡锦涛说的是 别看了一切已成定局 接着就是胡锦涛被搀扶出场的画面 震惊世界 之后中共常委名单出炉 习家军全面接管 团派全军覆没 外界认为中共团派出身的副总理胡春华 不但未如预期的入场 更未连任政治局委员 从曾经的太子到如今的出局 胡春华的际遇反映出中共官场最新现实 在美国国会山 领导层多个关键卡位的争夺战已拉开序幕 外界分析民主党人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的话 将出现自1994年共和党革命以来最大的领导层动荡 佩洛西将会把议长大位让给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政治生涯可能结束 也有媒体爆出 佩洛西可能出任美国驻意大利的大使 麦卡锡在这次中期选举中表现出色 他为自己和共和党筹到了5亿美元竞选资金 麦卡锡告诉媒体 他有信心担任众议院议长 美媒消息截至美东时间9日15时37分 众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席位比为176比204 参议院为48比49 众议院共和党优势明显 另有一消息显示 威斯康星中民主党候选人曼德拉·巴恩斯 在参议院选举中向其共和党竞争对手 现任联邦参议员罗恩·约翰逊认输 共和党议员李修顿周三在纽约州州长竞选中 向民主党州长凯西霍楚认输 对于选举结果 善于预测结果的政治学家和分析师拉里·萨巴托7日说 其在时事通讯萨巴托的水晶球上预测到 共和党将有11比49赢得参议院 也237比198赢得众议院 在州长竞选中 共和党以29比21获胜 增加一个州长职位 但可能需要几天或几州 才能在几个关键战场州知道结果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